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人被废掉的五种迹象 有句话说 地狱从来不是立即让你掉下去的 而是一点点吞没你 人不是一瞬间就废掉的 走向自废的人生 往往会有种种细节出现端倪 但整个过程悄无声息 没人提醒你 你必须时刻审视自己的生活 警惕自废 一个人若是有以下五种迹象 便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网路上有个问题 年轻人不要碰哪些东西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是 能让人获得垃圾快乐的东西 对垃圾快乐上瘾 就像是吸食精神鸦片 只会消磨我们的心智 偷走我们的时间 网友曲奇曾花六年时间 借断智能手机 曲奇曾是一个重度短视频爱好者 为了刷视频 一天二十多个小时 不吃不喝不睡 更是尝试 一放下手机 他就感到极度空虚 工作效率也下降得厉害 原本一小时完成的任务 如今一天才能做完 这样的状态久了 曲奇也极度厌恶 对短视频上瘾的自己 下定决心借断手机 刚开始 他几乎读不进去任何书 没几分钟 就忍不住打开手机 为了让手机变得难用 他甚至保持着 每次使用微信 都必须先输入密码 这样的习惯 借掉手机后 曲奇得以全身心 投入到阅读 思考和运动中去 六年下来 他看了很多书 人也变得更加踏实和笃定 很认同娱乐至死中的一句话 毁掉我们的 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 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偶尔的放松无可厚非 一旦对垃圾快乐上瘾 就会得不偿失 别让廉价的快感 俘获了你的心智 从现在开始 关掉手机 打开书籍 久而久之 大脑重启了 人也会迎来重生 二 蓝 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不愿意花功夫钻研技能 做什么都只停留在表面 最后同事们一个个升职加薪 你还是个小职员 遇到复杂问题 就喜欢略过 结果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 很多时候 拖垮一个人的 从不是能力 而是懒惰 前段时间 重温电视剧 我在他乡挺好的 才发现停止思考 是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 剧中的经文 为给领导留下好印象 主动参与同事的项目 他不愿意沉下心 研究项目的来龙去脉 一心在领导面前出风头 薄言求 同事给他搬来项目相关的文件 他只走马光花过了一遍 例会上 不管领导问什么 他都抢先回答 领导问到项目的具体事项 他却哑口无言 后来 领导在辞退经文时 语众心长地对他说 到新的公司后记住 与其不动脑子地做十件事 不如多花时间 把一件事想透 你看 越是放任自己不思考 人生越是容易出错 当思维懒惰成了一种习惯 你也离废掉不远了 真正厉害的人 都做到了反本能 卡尼曼说 避免思维上懒惰的人 才可以被叫做聪明人 经常思考 锻炼圆认知能力 做一个思维上的勤快人 你的人生才能不断紧接 三 短 看过这样一段话 能到达金字塔顶端的 只有两种动物 一是雄鹰 靠着自己的翅膀飞上去 还有一种 便是蜗牛 真正能收获成功的 多是长期耕耘的人 倘若干什么都三分钟热度 注定会沦为废柴 日本作家古川武士 在坚持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 一书中列举了两种人的做事风格 A先生对网络的发展动向非常敏感 2003年开始流行电子报 A先生以自己的专业领域业务力为主题 发布电子报 发了一段时间 见没什么读者 他干脆直接放弃 博客盛行 他又开始写博客 但只坚持更新了一个月 那些年 他什么都尝试过 却没一样能坚持下去 步入中年一事无成 同事B先生 也是从2003年起 制作电子报 分享时间管理方法 为了节省工作量 他每周发布三次 虽然开始只有几十人访问 但他却一直坚持更新 一年后 他获得了读者的好评 还有粉丝上门请教 到了第三年 有人请B先生担任个人咨询顾问 再后来 B先生受到杂志采访 同时有出版社要给他出书 还有企业委托 他做演讲培训 古罗马西塞罗说 任凭怎样脆弱的人 只要把全部的精力 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 必能使之有所成就 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最终都抵不过时间 当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持续生耕 便能守得云 开见月明 四 妈 人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废掉的 过度沉浸在舒适区中 人会丧失斗志 人生也逐渐沦为平庸 想破局 唯有不断向外延伸 唤醒麻痹的内心 才能涅槃重生 媒体人古典 分享过自己的创业经历 当时他已经有份轻松且高薪的工作 闲时就跟同事们聚在一起 打打牌 吃吃饭 本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古典却发觉自己的技能逐渐退化 遇事也只敢缩在安全区内 怕被这种安逸生活毁掉 他决心辞职下海 主动受虐 遇见难搞的甲方 通宵修改方案 不熟悉的领域 放低身段 从头学起 尽管吃尽闭门羹 受尽为难 他还是一一扛过 成了知名商业教练 如今 他在擅长的领域 闯出了一片天地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有句台词 你只有努力奔跑 才能一直留在原地 人生 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 一味躲在舒适圈中 只会在温水煮青蛙中 一步步废掉 饭店老板卖起了平价蔬菜 原来天塌了一样的困难 却在开始行动的这一秒 瞬间瓦解 你有没有发现 人生最大的阻碍 往往就是自己的恐惧 害怕未来一事无成 于是迟迟不敢行动 担心做了以后会失败 宁愿焦虑 没有发生的事情 久而久之 不仅什么都做不成 人也会荒废 要知道 光想没有结果 行动才能破局 由扫地王之称的 新东方讲师张绍云 过去因为穷尚不起大学 只能从事保洁工作 那时他一边扫地 一边为成为新东方的老师 暗暗努力 身边的人都笑他一想天开 他却从不怕别人眼光 一心只争取自己想要的 他花钱去听新东方 最棒的老师讲课 学习他们授课的风格和技巧 坚持了一年多 他通过了招聘试奖 终于获得了教师聘用 林清玄说 当我们活在当下的那一刻 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 和未来的恐惧 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 和未来的恐惧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凡是想的太多 只会拖累你的人生 与其为未知的风险提心吊胆 不如放下一切平心而动 思虑一万次 抵不上行动一次 很喜欢一句话 如果不能按你所想的方式去活 总有一天 你会按照你活的方式去想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要做什么样的事 要相信 生活从不会辜负 每个认真雕刻自己的人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你 开词 太词 彩 我 我 我